油价调整最新消息,今天12月13日星期四,距离本轮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还只有最后一天,也是最后一个工作日。 喜讯传来,全国油价起营下调,明天晚上12月14日,24时04年跌到来。 国内成品油油价调价窗口将重新开启。 日前,根据国内多家相关机构预测,本次国内油价下调幅度为125元每吨左右,下调幅度又进一步拉大,此处我们车主朋友们应该找声响起来。 据统计,今年以来,国内油价共经历了24次调价,13次上涨,10次下跌,一次搁浅。 按照目前走势来看,下一轮调价窗口开启,将有望迎来今年第11次下调,按一般家用汽车,油箱50L容量估测,加满一箱92号汽油,将节上约20亿元。 创下2013年3月新成品油调价机制运行以来的大次降幅最高记录,也是2008年以来,最大单次降幅。 上次降下后,国内大多数地区期,才有最高零售价格啊,将重回流源时代,回到2017年12月水平。 有消息传出,今年美国原油产量增长了较前次,预估略为放缓,但创纪录水平的1088万桶日均产量,将使得美国成为2018年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。 其实不仅如此,虽然OPS上周达成前产协议,但美国增加产量的可能性较大,令多头有所顾忌,也令油价上涨水上加霜。 截止昨日原油收盘时,美元油收于51.15美元桶,下跌0.5美元,不原油收于60.15美元每桶,下跌0.05美元。 今日92号起油价格查询,2018年12月13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